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九章 票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那么在这里希望大家一定要清楚 第九章并不仅仅有票据法律制度 还有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我们会谈到银行结算账户 会谈到非票据结算方式 虽然他们在考试当中最多是一道小题目 但是他们是客观存在的 不要把第四第五单元完全淹忘掉 当然第九章的重点肯定是在票据法律制度上 一共是三个单元 咱们首先解决票据法基础知识 那么第一单元这里 如果您之前考过初级或者中级 票据法律制度当时是好好学了的 应该来讲第一单元会过得非常快 但是还是要踏踏实实过一遍 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知识漏洞 既往的知识里有没有误区 那如果您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票据法律制度 或者说基础是一塌糊涂的 第一单元就更加重要了 老实交代 第一单元上了考场之后 直接的分值应该是非常少的 注快来讲 咱们主要考的是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的取得 票据权利的灭失 尤其是票据权利的取得 大部分分值是在第二第三单元当中的 但是对基础非常弱 或者完全没有基础的同学来讲 一定踏踏实实 先把第一单元的内容消化清楚 这是基础 基本概念 基本关系要是理明白了 票据法律制度越学越轻松 票据法律制度基本靠理解 死进被东西非常少 所以您要是感觉到 自己票据法律制度一直在靠被 完全是死进被的 应该来讲 就是基础不行才会这样 所以第一单元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消化 基本概念 基本关系消化清楚 真的没有什么可被的东西 死进被的东西真的非常少 票据法律制度 记住它是主要靠理解 不是主要靠被的 好 那么第九章的单元架构 咱们就基本清楚了 五个单元 有三个单元票据法 先解决基础知识 再解决票据权利的取得和面试 好 这是单元架构 接下来把握一下这一章的基本情况 首先是考试的基本情况 那么第九章和第八章一样 考试情况非常稳定 即便去年主科官体的分值比例发生了调整 第八九两章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 第九章这里 咱们依然是一道单选 一道多选 一道案例分析题 每套卷子上12.5分 所以第九章跟第八章非常相似 复习的主要目标 还是解决这道案例分析题 这是考试的基本情况 大家心里有数 那么第九章今年教材的调整 非常小 就是新增了一个电子商业会票 还没有把电子商业会票的全部内容加进了 就是加了一丢丢电子商业会票的基础知识而已 最多是一个小题目 没有给大家添加太大的复习压力 好 第三复习方法 那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交代过 如果您是完全没有基础 或者基础特别弱 那就是第一单元的内容 一定要踏踏实实去消化清楚 消化清楚了越学越轻松 这是前面给大家谈到的 那如果已经复习的差不多了 来看好两点 一要理清票据流转关系 理清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我们学习的全程 要训练自己理清这些关系的能力 或者说未来做大题的时候 如果你票据关系流转图是能够画清楚的 那么这道大题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 所以关系很重要 理清出 这是其一 其二 咱们主要分值是在大题当中 所以票据法律制度这里 一定要自己确认一下自己 能不能把理由说清楚 票据法律制度 因为我们大部分同学有基础 有很多同学他是觉得自己 结论能下队 然后理由心里明白就过了 理由心里明白能不能写出来 写出来了能不能得分 咱们票据法律制度的大题 是倦面上四道大题里最简单的一道 目标是十分要完全进账道 很多同学经过认真复习之后 票据法律制度这十分是完全可以进账的 在能力范围内的 不像证券法律制度 那要看出题老师尚不善良 对吧 票据法律制度不存在 基本上认真复习这十分就能进账 关键是你法条得说清楚 不要说结论下队了 心里也非常明白 给别人讲道理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 一套一套的 但是条文说不清楚 老说不到那个关键词上 最后丢分就很可惜 其实吧 后面复习多了 你会发现票据法律制度的大题 来回就考那几个条文 你把它打印出来 还没有一页A4纸吗 那么这些条文 踏踏实实原文背 不难背 上了考场 结论下队 心里明白 法条一拍 看你改卷老师赶不给我分 所以一定把这十分 稳稳的让他进账 票据法 十分 不 两个小题目也得进账 起码进一个吧 咱 谦虚点十一分 然后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七分左右的分值稳稳进账 你琢磨一下 六十分里三分之一的分值都有了 好 像第五章第九章 真的是战略的 好好把握清楚 好不说了 我们正式进入到考点的讲解 先进入票据法律制度部分 先解决第一单元 票据法的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这个单元 看起来考点非常多 但是呢 我们就是把基本概念消化为尝试 把一些重要的规定最后拿出来备备 就可以 三个大层次 基础理论解决四个考点 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依次来推进就可以 然后就是介绍票据行为 票据权利的具体规定 票据行为就四种 出票 背书 成对 票据保证 只有这四种配叫票据行为 其他都不属于票据行为 所以基础题 多项选择题 下来各项中属于票据行为的 有 必须要会选 出票 背书 成对 票据保证 那么背书 我们有转让背书和非转让背书之番 转让票据权利 和并没有转让票据权利 那非转让背书 委托收款背书 质押背书 两种 好 票据权利的话 就两种 付款请求权 追索权 只有他俩配叫票据权利 别人偷了我的票据 我要求他返还票据 这不叫票据权利 只有付款请求权 追索权 叫票据权利 所以对着框架图 已经解决两道 非常基础的小题目 初级的同学们都会做的小题目 票据行为限于 出票背书成对 票据保证 票据权利限于 付款请求权 追索权 好 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基础理论部分 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票据的分类 您看 我这就画一颗星 上了考场之后 应该很难遇到直接的题目 但是 必须学 我们先来看的是 票据分类概述 那么概述这里 我是给了大家一个总图 PPT的话 切成两页不太直观 您直接看你的值班讲义 或者是这个民事讲义里面 整个图完整 好 那么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要抓住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的内容 怎么讲 票据 它有自付票据 和委付票据之分 自付票据 自就是自己 出票人自己付款 就叫自付票据 那指的是本票 咱们国家的本票 仅限于银行本票 后面会看到具体的规定 而像汇票 不管是哪类汇票 还有我们的支票 都是委付票据 出票人出票 委托付款人付款 哪怕是银行汇票 它都是代理付款人 在替它付款的 好 那么本票是自付票据 汇票支票都是委付票据 这是在分类概述图里 需要大家第一个抓住的事情 考个小题目也可以考到 好 往下 第二个要抓住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 票据法上所说的票据 包括汇票 本票 支票 三种 没有什么电影票 火车票 飞机票之类的 这个非常基础 那么考试的话 本票还是支票 题目会直接告诉大家 汇票的时候 有时就需要大家自己判断 它属于哪类汇票 那么怎么判断呢 首先看清楚 出票人的身份 如果这张汇票的出票人是银行 那它就是银行汇票了 如果这张汇票的出票人是一般的企业 那么它就是商业汇票 银行汇票 商业汇票的区分 是看出票人身份 那么商业汇票下面 我们又进一步看 付款人 或者成对人的身份 您甭管 后面我们会解释 付款人成对人是怎么理解的 现在先把握就行了 盯住那个付款人 或者叫成对人的身份是什么 它的身份如果是银行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银行成对汇票 它的身份是一般的企业 那么它就是商业成对汇票了 所以在这里一定看清楚 第一个银行成对还是商业成对 是对商业汇票的进一步区分 其次咱们银行成对商业成对 是根据付款人成对人身份不同 或者您进一步来看 银行汇票和银行成对汇票一码事吗 当然不一码事 一个是出票人是银行 一个是付款人或成对人是银行 商业汇票和商业成对汇票是一码事吗 不一码事 一个是大概面 一个是小概念 对吧 那么第二个分类 要求大家能在大体当中应用出来 怎么应用 如果说假公司签发一张汇票给以公司 题目说到不是我说到 假公司签发一张汇票给以公司 把丙公司记载为付款人 请问这是一张什么汇票 出票人一般企业 付款人一般企业 商业成对汇票 再来 A公司签发一张汇票给B公司 假银行作为成对人 已经成对了 这是一张银行成对汇票 对吧 一般企业作为出票人 银行是作为付款人或成对人 银行成对汇票 再来说A银行签发一张汇票给B银行 这个是属于什么 银行汇票啊 出票人就是银行 所以这个大家在做大体的时候 只谈汇票没谈具体哪类汇票的时候 要会区分 至于说这些票到底有什么实质区别 咱们后面再展开 好这是第二个要知道的 第三个要关注的角度 咱们票据有G7票据 和远期票据之分 所谓G7票据 就是见票即付的票据 出完票 赶紧跑去提示付款 符合规定的情况下 就拿到真金白银了 不需要等 见票即付 不需要等 那么G7票据 像我们的支票 我们的本票 我们的银行汇票 这都是按法律规定 它就是G7票据的 这些都是见票即付 像支票的话 出票就起10天内提示付款 去了你就知道你这张票能不能拿到钱了 见票即付 没毛病 见票人家银行就给你钱 有毛病他退票 你赶紧追索 不用等 相反是要求出票日期10天内 赶紧提示付款去 那么远期票据呢 远期票据先理解好 必须等到到期日到了之后 才能够提示付款 来在这里要停一下 尤其是没基础的同学 G7票据是 你拿到票 赶紧就可以跑去提示付款 要没毛病就拿到钱了 对不对 马上就可以去提示付款了 远期票据呢 你必须等 出完票了 必须等 等到到期日到了 才能去提示付款 到期日前 是不能提示付款的 远期票据 就是让你期待 期待到到期日了 才可以提示付款 拿到真金白银 远期票据的意思 那么这个到期日 我们有几种记载方式 第一种记载方式 叫做定日付款 定日付款 意思是明确在到期日 那篮里头写着 2022年10月1号 确定的日期 作为到期日 这叫定日付款 然后往下走 我们有出票后定期付款 什么叫出票后定期付款呢 出票日期是 22年1月1号 说出票日期 三个月到期 那就是1月1号 加三个月 4月1号 左右到期日 对吧 那么这两种 有什么特点 出票的时候 你就知道 10月1号到期 出票的时候 你就知道 1月1加三个月 4月1号到期 对吧 这个是能确确定定的 知道我到期日 是什么时候的 我们还有一种 到期日的记载方式 叫建票后定期付款 要理解 什么叫做建票 那么就谈到了 远期商业汇票的一项制度 成对制度 成对是什么意思 成是承诺 对是对付 为什么远期票据 它会有一个成对制度呢 你比如说 假公司签发一张汇票 给乙公司 记载 丙公司作为付款人 先告诉我 这是一张什么汇票 假公司签发一张汇票 给乙公司 丙公司作为付款人 这是一张 商业成对汇票 对吧 好 那事情是这样的 假公司给了一张纸 给乙公司 1月1号给的 这张纸就叫 商业成对汇票吗 假公司给乙公司 这张纸 1月1号给的 告诉他 你6月1号的时候 可以找饼去要钱 如果你是手上拿着这张纸 现在拿着 现在不能要钱 得等6月1号才能要钱 对吧 远期票据我们说 不能马上去提示付款 必须到期日到了之后 才能提示付款吗 对不对 所以1月1号 我以酬着这张纸发愁啊 他说我得6月1号之后 才能找饼 那刀饼给不给我钱呢 对吧 假给了你一张纸 说6月1号之后 你才能找饼 刀饼给钱还是不给钱呢 不知道 我非常冲动 我要去找饼问问 是 我接受的6月1号 才能拿到钱 但是我现在等不了这么多个月 我肯定要先去找饼问问 人家说 到找你要钱 能要得到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已就会找饼 提示建票 建票讲的是付款人 看到票据 那为什么要找饼来看这个票据啊 为了找饼要一个承诺呀 已找饼提示成对 饼一拍胸脯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承诺 到期会兑付票款 以这颗心就稍微放下了 对吧 承诺 到期兑付票款 就是成对 那么 假把饼的名字写在票面上的时候 饼叫做付款人 一找到饼 提示成对 饼一拍胸脯说 没问题 刀饼肯定给你钱 夸夸盖章 他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成对人了呀 所以我们前面讲 付款人或者成对人 其实同一张票据上指的都是饼 就是说饼 但是他没拍胸脯说到儿找我要钱 我肯定给 之前叫付款人 拍了胸脯盖了戳了 他就变成什么 成对人 好 收 那我们讲到期日的第三种记载方式 叫建票后定期付款 什么意思 一招饼提示建票 饼如果成对 他会说 成对之日期三个月后到期 咱们刚才举的例子是 出票的时候写6月1号到期 我们完全可以建票后 由成对人给你确定一个到期日 改一下可以吧 可以 如果我不记载这个6月1号到期 我说建票后定期 那就是有比建到票之后确定 成对日期三个月到期 那那会算到期日 计算方式不同 好 那么建票后定期付款 等于说 他是不能在出票时 就确定到期日的 对吧 如果甲写了6月1号到期 我们就能确确定定知道 6月1号之后才能要钱 对吧 但如果甲没有记载到期日 这张票要由饼建票之后定期的话 那么就是 只有找饼提示成对 饼成对了之后 才会给你确定到期日 出票时点无法确定到期日 定日付款的 出票后定期付款的 出票时点就已经知道到期日了 建票后再给你定期的 出票时点是不确定 到期日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要知道 当然 你要是找饼提示成对 饼拒绝了 你就赶紧追索了 就谈不上进一步 还要提示付款之类的事情 你想 我现在去要个承诺都要不到 他到了期之后还会给我钱吗 肯定不会吗 所以我就赶紧追索 以找饼提示成对 成对了 人家饼确定到期日进一步 该等下去 等下去 如果以找饼提示成对饼拒绝了 你就赶紧进行追索 我说的是 这种 由饼来建票后定期的情况 好 那么 远期商业汇票 咱们到期日 有定日付款 出票后定期付款 建票后定期付款 这三种形式 前两种出票时点能确定到期日 后面这种是 出票时点不确定到期日 要付款人借了票 并且成对之后 才确定到期日 好 那么到期日这里 咱们 建票寄付的票据 说没有到期日 教材的观点是什么 他以提示付款日 作为到期日 是 票面上没有一个到期日 没有说你需要等到哪个时间 才能去提示付款 赶紧提示付款 那么什么时候提示付款 什么时候到期吗 建了票 寄付吗 对吧 什么时候提示 什么时候到期吗 他是从这个意思来解释的 所以单纯考 到期日有几种记载形式 按CPA经济法教材的观点 四种记载形式 定日付款 出票后定期付款 建票定期付款 包括建票寄付这里 以提示付款日作为到期日 我们把握清楚 好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相关规定 那么在这里 先把这个到期日的记载方式 先把握好就可以 好那么一二三三个层次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介绍 一类一类的票据了 每一类票据 它的非常突出的特色 大家要清楚 先来看银行汇票 银行汇票 银行签发的汇票 好 第一个要把握一下 出票人申请人收款人的关系 我们先看引用的这级规定 银行汇票的出票人 就是银行 一般是申请人的开户行 申请人是为了办理资金结算 把款项交给银行 由银行签发银行汇票 那么收款人 可以是申请人指定的 在交易关系当中 享有收取一定金额的 债权的相对人 也可以是申请人自己 申请人是单位的时候 还可以业务员作为收款人 然后进一步再进行背书 好 圈一圈二圈三 不需要背 需要搞清楚关系 什么关系呢 你比如说广州的甲 和深圳的乙 要交易 广州的甲是买方 深圳的乙是卖方 那买方要付钱给卖方 对不对 他们约定银行汇票结算 别问为什么他们用银行汇票 不用支票 这废话 这是背后的故事 我们谈的是 他们就约定用银行汇票结算 那您得搞清楚 银行汇票结算的情况下 甲这里 他是先把这个 比如说一百万 交给他的开户行 A银行 申请A银行签发银行汇票 第一件事情 先看清楚 出票人是谁 出票人是银行 才叫银行汇票啊 假他想自己出票 他没资格呢 你们约定用银行汇票吗 所以就只能是 假的开户行 A银行作为出票人 假是什么 假到目前为止 他是这张银行汇票的申请人 钱是申请人的 没错 但是出票人是A银行 假把钱交给A银行 A银行签发票据 出票人签张 那里签的是A银行的张 好 那么A银行出票有两种出票方式 第一种 A银行把这张票直接签发给假 然后假再带过去背书转给 以找他的开库银行 B银行代理付款 拿到钱 钱这么流转过去 可以吗 可以 还有一种方式 A银行把这张票直接出给交易对象里 那依然是 以向开户行B 这个提示付款 B代理付款 回头B和A银行结算 好 以怎么提示付款的事情 先放放 在这里 看好两个 这个签发方式 这两个签发方式 经济法要解决什么问题 看好 如果第二种签发方式 假在票面上是没有任何签章的 对吧 第二种签发方式 假仅有一个身份 申请人 申请人不在银行汇票上签章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说抽象的话 我在预期班里面 给大家讲过票据流转关系 给大家讲过票样 你可以去里头搜一个银行汇票出来看看 或者你百度一个银行汇票看看 都行 看票样帮助你理解票据法律制度 非常管用的 如果这张票是直接签发给你 这个以就是收款人吗 假在票面上没有签章 出票人A银行签章 收款人就是以 假不签章 假不签章等于说 未来假承担票据责任吗 不承担的 这张票一要是得不得付款 它是找A银行 要求A银行承担票据责任 它不能要求假承担票据责任的 虽然可以基于买卖合同 要求假承担买卖合同的 买方的违约责任 但是票据责任 在第二种签发方式里 假是不承担的 来 学票据法 这又是一个关键 必须能把这区分为两个关系 买卖合同关系和票据关系 买卖合同角度 假有买方责任没问题 但是票据上假没有签章 假不是票据债务人 好 再对比一下 如果第一种签发方式 A银行把票签发给假 A银行要签章 假把票被收转给你 假是不是也要签章 假在这份票据当中 首先他是收款人 其次他背书转让给你 他是个背书人 背书人要在票面上签章的 所以未来要是提示付款 得不到支付的话 回头找假承担票据责任 找A银行承担票据责任 都是可以的 当然 这假以他仍然有买卖合同关系 买方责任假也得承担 两层法律关系 买卖合同关系 票据关系要分别看 你要谈票据责任 票面上签章就有票据责任 票面上不签章 没有票据责任原则上 后面我们会学到一个很特殊的规定 现在先说一般的 好 那等于说 从现在开始要培养自己说什么话了 不要说能不能要求他承担责任 这个假的话 买卖合同买方责任是一定有的 但是票据责任不一定有 在票面上签了张 有票据责任 票面上没有他的签章的 没有票据责任 自己要训练自己的这种各个法律关系 分别表达的这种思维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出票人申请人收款人关系 把握清楚 那么接下来 咱们银行汇票上有三个金额 出票金额 实际结算金额 还有多余金额 出票金额减实际结算金额 出来的差就叫多余金额 好 我们先看一下 银行签发汇票的时候 按照收妥的金额 签出票金额 那么申请人取得汇票之后 由自己或者相对人 按照实际因支付的款项 填实际结算金额 实际结算金额应当小于等于出票金额 否则人家代理付款行是不予受理的 实际结算金额 才是这张票的含金量 小于等于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 是这张票的含金量 多余金额的话 出票行退交申请人 好 怎么理解 还是通过例子 才能解决 刚才广州的甲和深圳的银 要银行汇票结算 预估了一下 这批货大约是100万 所以这个甲就把100万交给了A银行 A银行咱们直接签发给银好了 好 A银行就记载出票金额是100万 好 但是甲和银商量了一下 付款这么快 那应该是稍微打了折 实际结算金额98万 那么甲也好 咱们A银行签发完这张票之后 是递给甲 甲递给银吗 那么甲递给银的过程中 可以填实际结算金额98 或者咱们甲递给银之后 银算清楚了收98 银自己填98 申请人或者相对人来填这个实际结算金额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 实际结算金额要小于等于出票金额 好 那98小于等于100 好 那假定不流转 以就会找他深圳自己的开户行B行提示付款 银行汇票他并不是找A银行提示付款 他找以自己的开户行提示付款 这个B银行叫代理付款人 银行汇票牛就牛在这里 我向B银行提示付款 B银行一审没有毛病会代理付款98万 他资金的到账速度很快 不用通过B银行找找A银行 虽然现在发送电波来去也很快 但是即兴的年代 是不是B这里从深圳寄到广州 再从广州返还到深圳 有好长时间的 你不要想那个 现在网络通信快的问题 你要是要找A银行付款的话 就得来回两趟 银行汇票的话 我是在深圳找B银行提示付款 B银行审查没有问题 他就代理付款 如果你记载的实际结算金额是120万 B银行这里会不予受理 要小于等于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 超出代理付款行不受理 你只有把票退回A银行去解决问题 不聊 先理解我们小于等于100万的情况 以在这里是不是98万就入账了 以获得了钱了 等到月末即末 这个银行系统自己去解决 AB银行之间会结算98万 B毕竟他代付98万吗 跟A银行结算98万呢 那你站在A银行的角度上 假给了他100万 他结算给B是98 这里是不是产生了多余金额2万 对啊 多余金额怎么办呢 由出票行退交申请人 对吧 你结算还在A这里才能出多余金额2万 2万归谁的 假给了你100万 你付了98万出去 可不这2万是退给申请人的吗 所以结合例子 这几个徽定是完全可以顺过来的 那么希望大家还能进一步的延伸一下 假定 以没有提示付款 以把这张票 备书转让给了饼 要从饼那里买一个 118万的货物 好 他要买一个总价 118万的货物 以把这张票备书转让给饼 付了多少钱 付了98万 所以等于 你还得找其他的方式 去完成那个20万的支付 并才会给他这批货 对吧 或者你站在饼的财务的角度上 你收人家这张银行汇票 你不能当100万呢 你当100万说再给我18万 完蛋 你自己填2万的亏空去 这张票的含金量是98万 银行汇票 以小于等于出票金额到 这个实际结算金额为含金量 这个以提示付款 也是获得98万 费书转给饼 也是付了98万 还差20万 好 那么这三个金额的关系 应该是OK的 好 紧接着 银行汇票前面讲了 它是建票继付的票据 一提示就得付款 实际上是以提示付款日为到期日 好 基本观点知道一下